其实出于两岸政策两个字 Deterrence跟Communication 因为台湾还是要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 因为你要是自我防卫能力都不够 根本没有机会上牌桌 柯文哲在访问史丹佛校园与学生交流时 台海情势与两岸议题也是焦点之一 他提到台湾民众党会在蓝绿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的政策 民进党是跟中国关系太恶劣了 这完全不来往 这一定不对的 那国民党是这样的 其实从太阳发学院以后 国民党在跟大陆交往的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说他失去台湾人民的信任 总是怀疑他买一半干什么 所以我们就是在完全不交往 跟太顺从中国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这样就可以了 谈到两岸政策 两岸经贸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 也是无法回避的焦点 我们还是要尊重市场的规则 只是说在尊重市场规则的原则之下 对于风险要管理要怎么做 要思考一下 包括现在美国跟中国也是一样 一开始美国想要decaple 要脱钩 后来发现也没办法完全脱钩 所以现在只能de-risk 就是说还是一样 遵守市场原则的原则之下 怎么去做风险管理 至于台湾媒体持续关注的蓝白和议题 柯文哲维持一贯的回应 表示从未听到国民党具体方案 于是他提出比民调的方式 但未见国民党接招 柯文哲此行只是到旧金山以及洛杉矶 而他到洛杉矶的目的就是出席折友会的活动 那么旧金山为什么不举办折友会呢 我们也就此访问了他的看法 没有那么多利器在每个地方成立 像我们东京 我们在日本也在一个 美南一个 美西一个 美东一个 这样就好了 我们是小党 没有办法这样到处办 至于会不会鼓励海外支持者回台投票 柯文哲说他主张发展不在即投票 26台记者顾林家报道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对我去的 我们要去照顾 我去照顾 照顾 都 我喝 我